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说我刚才说到了不晓得一些的误会 或者说一些的误解 就是因为在很多的部分里面 由于历史是胜利者而写的 然后很多时候被灭亡的家族 很多时候他的评价都自然是被低估 或者说被无视 甚至于说是一个完全被鄙视的一个状态 六角跟北田完全是同一样的状态 而在那个时候的六角家 他现在在目前的日本的资赫县南边 南半部可以这样说 然后他们的那个势力范围 从连昌时代后期一直到了四天时代 在到了信长到来的为止 一直是占有一个非常的重要的地位 他也是一个非常有一个影响力的家族 西出名们 在那个战国时期 在信长来到之前 他一直在那个地区 在西面的进度 还有在东边的美龙那部分 还包括大家我们提到过的伊士 都会有一些些影响力 因此他并不是一个沃囊的一个家族 但是我们就会问了 为什么被信长给打败呢 这问题里面呢 我要少先谈一谈 在那个六角家的历史里面呢 他曾经出现过三次左右的一个内乱 也是在战国时期的 从两次呢 就是他有一个加成 就是伊亭家的那个内乱 因为伊亭家是属于他们的那个重臣 六角家的 但是呢他也有一个半独立的实例 他们在那个 我们在书里面也提到过 主力将军家他们分裂在分裂的情况之下呢 六角家跟伊亭家的之间呢 就出现一些矛盾 导致呢就进行一个的对立 然后呢后面 虽然这样子也好了 六角家成功的把这个问题给克服了 也把那个伊亭家的实例给 大概给压服了 但是到了在后一点点 我们刚好是在那个新厂到来的 大概三四年之前 六角家又出现一个新的一个对立 内讧 就是那个我们经常听到过的那个 观音师的骚动 或者说我们在观音师之乱也可以 就是他们又把那个六角家呢 又把他们那个重臣 重臣那个的后藤家给灭掉给杀害 然后呢其他的家成呢就很不爽 就怕那个的君主的势力过大 然后呢就联手起来跟他进行对抗 最后呢迫使到六角家 就跟那个家成呢越发三家 就定了一个的 互相的一个的协议 就是说不能够独大 然后呢家成本身也要尊重 那个六角家的一个主权 跟那个的主君之命 就是说互相的 有一个的相对平等的一个的协议 这个并不是一般方见所认为的是一个弱势的 一个的条款 可以说其实是应该说是在那个战务实际里面 其中一种的形态 就是家成和那个的主君之间 再有一个很好的协议 然后呢就保持不会有其中一方想路非非的 想去去打倒另外一方 是维持稳定的一个部分 当然怎么去评价这个事情 在目前的学者之间 或者说在那个研究界里面 有很多的不同的说法 今天上我都不谈了 但是呢六角家的那个的问题 并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 毕竟他们在那个的 南芝赫就是那个 那个时候在晋江吧 就盘踞了超过200年 然后这个的势力 和它那个繁衍出来的分支异常的多 所以说一个的中家 要完全的去凌驾 控制整一个的地区 还有他们家成的话 谈何容易 所以说这个部分 只是说在他们 慢慢在克服这个的观音师 骚动之中 信长就跑了过来 然后就把它给灭 最后呢 由于这个原因之下呢 有一些家成看到信长 就是来势汹汹的 然后呢就决定了要去投靠 或者说去降服那个信长 并没有去帮那个六角家 因为发现六角家靠不住 而且很重要一点 所谓靠不住是指什么呢 就是因为信长他一 当时已经有将军在手中 主力一招 还有他有那个天皇 真倾听天皇呢 他在那个时候已经颁了一个的 诏书 当然我们说过很多遍 这个诏书并不是说什么 神兵利器 并没有说那些叫大明 看到这个诏书呢 就突然就会非常的敬畏 非常的害怕 非常的那个恐怕 并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当信长跟那个的将军在手 然后还有那个的圣子 在另外一只手里面的时候呢 还有他的本身的军力 那个时候已经灭了美龙的家庭家了 就在隔壁在旁边 对于六角家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威胁 而且还别忘了 还有一个的北面 还有一个反复想去跟六角家搞事情的 或者说去报复的前景家 也在这里蠢蠢欲动的跟信长合作 因此呢 六角家能够做到的事情 可以说非常的小 而应该说他们的所收到的那个制造还比较多 因此呢很多家庭在那个省市都市之下呢 就觉得啊那还是不如先投靠信长 先保命了再说 所以说六角家它那个可以说是乱的不是时候 从借口上来看 当然这是似后恐明的啊 但是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导致了六角家在信长的面前 可以说是一败土地啊不堪一击 在短暖的呢大概一个星期不到吧 然后呢就已经大部分的那个的领土呢都被信长给残食 然后幸好啊六角家的那个的中家比如说六角城增 或者说啊六角一把他们都逃了 然后呢保着生命我们说过 在我们书里面做过六角家最厉害的地方最屌的 就是什么呢就是逃 逃到山里面去 逃到那个南边的山步里面去呢 就去躲着留着星山在哪怕没台超 然后呢就是虽然逃跑可耻 但是有用吧说吧我们说这个问题了 因此呢六角家就赋予完抗 但是呢到最后还是呃 成绩有一些些气势但是还是不行 然后最后呢就被信长完全给吞并 然后呢他们的土地就成为了信长的那个副地了 那好了倒是另外一遍呢就是那个意识的北人家 要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比较复杂 因为呢呃有几个问题 首先 意识的呃情势呢跟我们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嘛 就比较不太的认识啊 意识的这个时代呢在 在私庭时代一直到那个战狗时期呢 可以说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地方 就是说南边是我们后来要提到的那个的北田江 北面的话可以说是呃 那个群从歌剧非常多的小势力在里面 然后刚好呢 又跟那个伟章 还有那个的美龙 然后又跟 近江啊 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他们有很多的那些的呃 啊私立分布还有很多利益关系 而在私庭时代到那个的战狗时期呢 私庭幕府非常有力的去培养那些的 被伊士地区的那些的国人呢 领主呢就是去跟那个幕府合作 在幕府的呃 那个脚下服务 对抗那个的 伊士的那个国师我们叫北田江 因为他以前是南朝的 但是呢 幕府也不是说跟他们不合 只是说要也要防一防 但是也要合作合作一下 然后呢 在那个时候 心肠打伊士国呢 也是非常的很多的偶然在里面 包括什么呢 我上一集提到过的那个家庭龙兴 呃 严格而言呢 我们在书里面说的 他龙兴是比较早期的一个名字 应该叫家庭一栋 或者家庭一己 OK 不管如何叫龙兴好了 然后呢 他们在他在那个的 呃 涌入大概十年左右吧 在夏天八月到九月份的时候呢 抵不住那个心肠的那个猛烈的攻势 然后呢 就跑了出来 然后呢 就跑到了 哪里来跑到了伊士 呃 那个的长岛那个附近 然后呢 就心肠为了要追他 就顺势的 就 啊 军大军押近啊 就来到了那个 北伊士 然后呢 强导 然后再往那个 啊 北伊士巴军 然后就冲过去了 然后呢 然后 然后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会提到那个问题呢 因为呢 其实当时的 伟章的西部 呃 那个伊士的东部 还有美龙的西南部 这个朝界的地区啊 呃 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独立的 比较一个 呃 还不是非常的 有一个 呃 稳妥的一个势力的那个覆盖 就是说 心肠它是有关系 但是 我们是 在书里面提到过 金岛这个地方 天津的金啊 金岛呢 它在那个地方呢 其实属于一个 呃 有多重关系利益的在里面 然后呢 家长家也跟他关系出得好 然后呢 那个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贸易圈 呃 伊士伟章这个的 还有三合 这上三角旧 我们叫伊士湾 三角旧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的 呃 贸易圈 然后心肠 在很多的历史学校里面 都认为 他 要顺势的去打 那个的伊士 并不是纯粹是为了要灭 呃 战的龙心 其实是顺手的 既然 跑到那边的地方 那好了 刚好去找灭 剿灭那些的 呃 敌人的时候 顺手就把那个伊士给拿到手 呃 当然只是北面 南边还没有说 还没有什么事情啊 但是呢 就这样的原因之下 一下子呢 就吓坏了那个啊 北伊士那些的 相对比较弱少的国人 他们虽然也 如果在以前呢 还算是比较冷势力 但是心肠在旁边 已经越来越庞大了 然后他们就 也是同样的想法 就说那我先 投降啊 先跟着心肠 然后先保命了 再说 这里面呢 木招啊 或者说那个神户那些的话 都前前后后 有抵抗过 但是后来也去降服 这个事情大概 在那个 涌入十年的时候 大概 高一段落 心肠呢 后来就忙着要去 扶着那个 易昭 上京 然后成了将军 然后又跟天皇打打关系 稳定了京都 还 那个要稳定整个 从那个 岐父 就是说那个美龙啊 到京都 还有那个 进江这一条直线的 那个交通的问题 所以说 先把那个伊士的事情呢 挪到 挪到那个后面再说了啊 北面大概稳定就可以了 到后来呢 涌入的十二年的时候呢 又 卷土重来 重新呢 就发生一个问题 这个事情呢 有很多不同说法 但是 由于当时那个史料非常的小啊 所以很大部分是要靠心肠功绩 所以说呢 在这个部分里面还有一些 不太明确的部分 但是一般而言 那个的北田价出成一个的糾纷 然后呢 就引发了那个引发了信肠呢 就去帮助自己的 新的那个 啊 重熟的那个国人 然后就就开始跟北田价开打 然后这个开打呢 其实也 呃 根据当地的一些军纪啊 或者说一些的基督而言的话呢 信肠并不是打得非常的顺利 也是要 花点的功夫跟那个吃点苦头啊 才能把那个问题给搞好 但是 最终还是在那个信肠瑞翼的战略区公岛之下呢 北田价 就也是被迫要屈服了 然后受养了信肠的二儿子 就是那个 呃 呃 知田信雄 就是后来我们经常见到过那个比较 能力比较低的那个 但是我 已经写过很多文章 说过他 其实也还好吧 啊 有很多问题也是被 加了很多的水分 被黑了停产的 不管如何 在这个后面呢 就把那个啊 信肠的儿子呢 就说为养子 然后呢 就变成一个啊 明目上面的 还是在那个的 南医市 但是后来 也在后面的一个的 过了几年之后 也被信肠给杀害 然后呢 其他的那些的 呃 呃 医市北田家的一些的义族呢 有很多也是被信侠给干掉 所以说整个的北北 呃 那个北田家呢 基本上就被信侠跟那个 知田家给蚕食殆尽了 而整个那个的医市 包括医市湾 还有安隆金 就是现在我们说的 呃 三重县金这个地方 呃 还有那个医市水军 就是那个酒鬼啊 后来也慢慢慢慢的 就成为了信肠呢 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力 呃 这个整个的过程呢 大概耗费到了天正的初年 才大概完成 嗯 吞并那个南 晋江 还有那个整个医市国这个过程里面 对心肠要去攻打天下 去统一所谓的呃 呃 天下的这个或者说去秦皇 就是说去帮助 啊 重新恢复那个的啊 啊 幕府那个的啊 啊 系统还有那个的持续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为这个是一个 非常庞大的一个的贸易圈 然后就是说有钱才能打架嘛 所以说信肠在这一方面呢 把美龙国 晋江的南部 还有医市国都落到手就臭 一个非常旁的那个 非常呃 呃 具有一个实力条件的一个的 新的领国就出现 虽然说后面还有很多的波折 但是呢 在这个时候 作为信肠 他已经从一个一个 伪张国 一国的一个的诸侯 变成一个 大概是三三国半左右的 还有 京都 也在他的那个半个 一个掌控之下的一个的 呃 呃 这个当然 一番丰盛的事情 总不会很长久 到了后来 我们在下一集会提到过 就是到了后面 就慢慢慢慢就出现 永利了 那个一招 上进之后呢 他就后来就越来越多敌人 那后面我就会提到 包括他 我们刚才听到过的 他的妹夫 呃 前景长正 还有他的一个老对手 后来的老对手 也是家族的 那个两个家族的 苏敌之一啊 就是那个 曹昌 呃 他们就后来就变成 新的敌人 还有那些呃 其他的事例 我们就一个一个慢慢谈 今天我们先到这里为止 那呃 这个部分 可能有点比较 难去理解 因为就听我这样说的话 也可能要看地图啊 看 或者看我的书 才能理解 但没问题 这个呢 希望大家能够留一个思考的空间 然后我们 可以慢慢的在 我们的专业里面 也要什么也好 都可以再去分享 而我也说过很多遍 我们在 我在明年的那个大概 夏天的时候呢 就会写一本 有关于心肠的一个的 综合的一个的 说明的一个的书籍 那个书快出来的时候 应该就完事了 好 那先这样子结束了 那请大家继续的去支持我们的专业 还有我的那个著作 我们就会慢慢慢慢的去努力 继续写一些更好的文章 不仅是战国史了 日本史 我们也会继续写下去 非常不同的课题 继续的支持我们 好 谢谢大家 今天到这里 拜拜 再见